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业部长阿莫沙比利周四在国会提到催情流连 除了引起国会笑声不断 也招来前首相敦马的女儿玛丽娜质疑 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议题需要在国会提出的吗 针对这课题 玛丽娜在脸书贴文提出三个问题 分别是我们真的需要借助一些东西让男人壮扬 如果这是对女性有益 会有人在国会问这个问题吗 以及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议题需要在国会提出的吗 玛丽娜的提问也获得大部分网民支持 纷纷批评国会浪费公众资源 甚至调侃说 这就是我国部长的水准 也有人趁机质问议长 怎么会通过这项提问 换个焦点 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接受肩部手术后 日寝在吉隆坡中央医院疗养 而昨天11月17号更获得西克探访 那就是首相纳吉与夫人罗斯玛 纳吉事后也在社交媒体 祝愿安华早日康复 而这次探访安华 纳吉的脸书也引起积极评论 认为纳吉展现领袖风度 不过另一方面 也引来释放安华脸书专业的管理人调侃 自己搞出来的恶事却又想要当英雄 自己要调涨燃油价 却又给摩多骑士5令吉的汽油 自己把人关起来 却又到医院探访 而这次贴文除了吸引将近3000人点赞 也被安华透过脸书转发分享 并同样以诗词写道 探访归探访 大选将抗争到底 并附上释放安华及解放人民的标签 最后是关于大选的新闻 邮寄选票一直是被许多反对党支持者诟病 认为不够公正 而在过去只有军人和警察 还有一些外交人员是邮寄选民 如今选委会主席莫哈莫哈新宣布 选委会在9月25号的会议上 通过让安全和医护人员列为邮寄选民 这意味着除了军警 还是执法机构监狱局 消防及拯救局人员 政府医院和诊所的医护和执勤人员 以及志愿警察 都可以在下届全国大选进行邮寄投票 莫哈莫哈新指出 这些单位人员在大选投票日当天 为了照顾人民的安全和健康 而无法离开工作岗位投票 因此选委会为他们提供这项典礼 今天下午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